海王和海号成一对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老实人呢 十一在月姐面前身情款款 接近不移地将自己 每晚的心动性都投给了她 而在月姐对她身心不移时 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 哎呀 她才发现十一约了问题 她要去 直接画太阳 哇 太刺激了吧 而且她都一点都没犹豫 心里面的那个简台词 十一你怎样 还想闹海是吗 我的天哪 这么刚的嘛 但更刚的海在后面 一直跟竹子又暧昧的王总 看到这个就更不能忍了 一出手直接就是火上交友 手抖了气抖了 竹乐园 带运动鞋 也是两点 明天下午的时间是一样的 漂亮 同样的时间约同样的人 那就看那去哪个 救命哪 这也太刺激了吧 两个人都约竹子明天下午两点见面 这就是必须二取一的节奏呢 而此时的十一在干嘛呢 她还进行海王的自我修养 我不知道 我最好一个人去个人 啊 她跟她说 她跟聪雅在表明什么吗 那她跟聪雅咋的 咋说 明天需要你来见证一段伟大的爱情 那她约文族不这么说 能咋的 沙老师被十一的随机应变给逗乐了 是吧 这是个啥局面呀 怎么了 啊 这是能播的吗 十一这表现真的是嘉宾都犯愁 要怎么给她去拦呢 在万众瞩目中 约会终于到来了 竹子纠结良久 终于做出了选择 什么 你为什么没有选择成的那边选择我这里 我坐在这里不就是答案吗 哦 鱼子太喜欢她 这两人不就是揣着领化妆糊涂吗 上次你们不就互素中场了吗 虽然在小屋里都默契地回到了远cp身边 感情你们就是想出这种lix头请多快赶杯 但他们在万人时机很快就迎来了第三个人 预期终于抵达了战场 看到了 尴尬了 这俩的眼神啊你们注意一下 你是不是说我来的 我刚来 嗯 你要去换衣服吗 还有你的角色 好尴尬哦 你们拿着服装东西 好尴尬 我们等一下匆匆有点瘦 你直接套在外面就行 我们都套在外面的 打起来 打起来 将来很希望发生的更有意思的剧情 但大家都是体面人 于是三人高高兴兴地开始玩游戏 你看他们俩都抱一起了 我的天 那我冲下这个 我把他们俩就直接坐腿上了 你也该好好想一想 谁才是你将来的妻子 坦白了 有点假戏真做的感觉 我觉得 很气 文竹嘛 玩儿还是你们会玩 看看玉姐这被气的 游戏一结束 玉姐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确定她的心意 十一也是个没骨气的 立刻说自己要上厕所溜了 留下两个女人不招 我今天来了之后你会生气吗 我就是觉得很意外吧 因为我觉得你可能应该会去诚哥那里 因为真的就是 我觉得诚哥对我特别好 我觉得这不是单方面的 我觉得你们是双向的一个东西 虽然玉姐的这话 等于是直接怼到竹子脸上了 毕竟她确实一直在流亡总信号 不然也不会出现今天这种局面 但是她就是能为自己来这边约会的行为找到理由 因为我不知道我到底是不是喜欢 所以我需要去直面她 诚哥那边 我白天跟她的就是接触太少太少了 我有几次真的真的真的想跟她去聊 但是我可能就是真的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面对竹子的小便 玉姐并没有被她转移注意力 而是立刻转出了重点 我也有点疑问的地方 就是你这么想要跟诚哥 就是说清楚嘛对不对 你是一直在说你没有机会跟她聊天 那我觉得其实今天这个机会挺好的 因为你的诉求其实就是想跟诚哥有这样一个交流的机会 但是可能你放弃了这样交流的一次机会 你选择来玩这个游戏 竹子被说的雅客无言 但玉姐真是主角的行为还在继续 甚至想帮十一斩断这朵懒桃花 你收到她的信了吗 我没有 其实她之前跟琴琴跟蒙尔都约过嘛 就他们俩的感受跟你的感受其实差不多了 她成熟的点就在于说她非常礼貌 但她这样也很容易让别人想很多 所以你觉得是我想多了 我觉得你肯定有误会的一部分在 但你肯定也有只有你能看得到的部分 随着玉姐这番自信发言的落幕 十一终于回来了 终于在这时候又自信起来了 回到了一开始的问题 十一回来了 要不要直接问 说你刚刚的选择 我的答案 你不用就是这么快 不用想 我答案应该是 你心里想的应该是一样 你是在肯定我的选择吗 救救我救救我 玉姐万万没想到 小丑就是我自己 她直接开始质问 那你为什么还写信给我 第一次我参加她约会约完以后 文珠也回信给我了 我起初以为这是一封感谢信 可能今天跟谁就是聊聊更多 或者互动更多 我写信给她 小说吧 啊 都要走了 谁能想到会有这样的反转呢 就求你们所死 别再祸害别人了 大家估计